请看题目 假设y等于fx的图像由下 求y等于fx的绝对值的图像 那么按照题目所说 这个曲线的函数就是y等于fx 是这个 好 那么现在要求的是 x里头的x是绝对值 绝对是x是变量 好 关于这个绝对值 我们例如 2的绝对值 就是2 那-2的绝对值 也就是2 那么举个图像的例子 例如 y等于x的图像是怎么样子呢 那它应该就是 这个样子 y等于x 那 当x等于1的时候 y呢 也是1 好 好 就是这里 再有 如果y等于 -x的时候 -x的时候 图像是怎么样子呢 图像呢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当x等于1的时候 y呢 然后y呢 就是-1 是这个样子 好 再举一个例子 那当y等于x的绝对值 那这个函数是怎么样子呢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两段直线呢 就是这个y等于绝对值x的图像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x大于0的时候 y呢 是这条线 那当x等于 负数的时候 是这一段 那也就是说 y的值都是一样 那从这个图看出 这两段呢 的图形呢 是对于y对称的 对于y轴对称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关于y等于绝对值x的时候 其实它的图像呢 是按照y轴对称的 好 我们回到这个题目的图中 我们换一个绿色 来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y轴呢 是从这个值开始 那么 x大于0的那部分 y的曲线呢 是这一条 好 也就是说 关于y轴对称 是在刚才绿色的这一段 好 那么我们就按照y轴 对于x小于0的那部分 画一个对称 好 现在 现在绿色所画出来的 这两段曲线呢 这应该是题目所求的 y等于f绝对值x的曲线 我会认为 最后的这一段 我会认为 这个词 对于x小于0的那部分 这一段 在这一段 这一段 我会认为 一段 对于x小于0的那部分 感谢观看